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天虎,我是蘑菇 那今天这些视频呢,是众望所归 对,因为很多小朋友都在弹幕和评论里 我们说想看我们这个板块的一个东西 你们猜是什么 是关于护肤类的 因为现在天气要变了嘛 然后就马上要从夏天变到秋冬季了 然后可能我们在护肤方面也会有些变化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的护肤步骤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赶紧开始吧 好,那在开始之前,大家不要忘了给我们弹幕,投币,评论,点赞,然后关注 对,反正就那一套啊 好吧,开始吧 首先,我先说,那我们就从咱们这个护肤的步骤来 然后最开始呢,肯定就是卸妆 我这个卸妆呢,我其实是用了两个东西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之前是脸上状况不太好 之前是用了卸妆油,我觉得卸妆油可能有可能 如果我乳化不干净的话,它会闷到 所以我就用了眼唇卸妆液 它是那个too cool for school的 我这个没有带回来,在我们在另外一个家 然后我就会把那个图片放到这里面 这个眼唇卸妆油,我觉得真的超级好用 所以你把它放在明片上大概敷眼睛,敷个十秒左右吧 然后就擦了就完了 然后之前有,之前是不是你问我,眼唇卸妆液能不能卸脸 反正我就眼睛卸完了以后,然后就戴一下 然后之后我还会再用洗面打 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吧,因为它那个卸妆力度其实是够的 对,我担心的是因为它卸妆力度就是会更强 因为它为了不刺激你的眼睛,它会就是那种卸妆力度会更强 但我怕它会那种表面活性剂要比就是你正常卸脸的要多嘛 可能会,我怕会就是更刺激啊什么的 反正我用了一段时间下来,我觉得就是还挺好的,卸的挺干净的 脸也不会说像之前用卸妆油似的回闷豆似的 然后呢,我还用了一个是这个 嗯,这个是 这个这个这个,应该对上吧 然后这个是那个Pharmacy,然后之前是斯富兰打折的时候我买的 这个是那种卸妆膏,然后我觉得它会比卸妆油更好乳化一些 嗯,很清楚 那个味道就是特别清新的那种味道 你就抹在上面,然后手搓一搓搓一搓,然后脸上抹 它是就是说你卸完了以后,你的那个脸就会觉得很嫩嫩嫩的那种 嗯,我觉得这个卸的还挺干净的,而且它就是乳化呀什么之类的也会很彻底 而且这个卸妆膏的质地是比较轻的那种,就是它那个膏不是那种很时尚一坨那种 它是就是稍微往你手上就一放就马上就变成油了 我觉得这个还就是挺,就是我觉得是挺轻盈的那种 对对对,就是它也不会,就是它即使化成油以后 也不会像比如像直春秀似的那种,就是那么的油 嗯,就它还是,就比较厚重那个油,就感觉都有点推不动 然后挤特别多才行,这个就是我觉得还就是挺好的 嗯,然后我的卸妆呢,我的眼层卸妆液是那个香大尔的那个 嗯,我觉得它就是一般吧,就不是说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它的价格 嗯,所以我也没拿过来,但是因为我没用完,所以就还在用它 然后呢,就是也能卸干净,但是我觉得就不知道花那么多钱 就慢单跟它也差不多,对,就是我感觉别的也,也OK 然后呢,我现在在用的卸妆油是这个,是3的这个植物的卸妆油 然后,其实它也能卸掉眼妆,睫毛膏啊,眼线也能卸掉 但它有个问题,它是那种纯植物的,所以它的那种柠檬啊,还是什么柠子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进眼睛之后会有点那种,就是酸酸的,就会有点累 所以我现在就不主张拿它卸眼睛,我就只拿它卸脸 它的这个使用感受我觉得更适合秋冬泳 因为它就是不是那么特清爽的那种,就是它卸完了之后脸上会有一层那种滋润感 但是还好就不闷豆,所以我觉得夏天用可能会有点太过滋润了 冬天用就刚好 好,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进入洗面奶 洗面奶呢,我也是用了两款 一款呢,是比较就是清爽的,就是你卸完以后 然后它那个脸上是那种滑滑的那种触感的 就是这个,这个是柯瑞斯吧应该是,它叫柯瑞斯 对,它是这个柯瑞斯的,然后再对人 然后这个呢,它是那种,它是乳酪洗面奶 然后它的那个质地,是那种凝乳质地的,不知道咱们能不能看的 是那种凝乳质地的,对对对对,然后它就是在你脸上的那个泡沫是非常绵密的那种泡沫 就不是那种像,就是怎么讲怎么讲 就是它是低泡的那种,就有点像是那个豆乳 我没用过豆乳 那叫什么,大豆,就是它没有什么很丰富的那种泡沫 对对对对,原来泡沫是特别特别细小,特别特别细小的那种 然后它洗完了以后你的脸是完全不会紧绷 我觉得这应该不是那种像造机式的这种洗面 那种沉间 对对对,不要说沉间截面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没有带来 我会把图放在这边,是那个CPB的 CPB的这个呢,我一般都会做到晚间截面 就是卸完妆以后,然后用这个再洗一次脸 这个就是会给你洗的非常干净 它我选的这个是干皮的嘛 就是即使你用干皮的,你的脸也会觉得就是稍稍是有一些紧绷的感觉 就是完全不,就是那种搓盘子的那种 对对对对,就是它是那种就是一点油 都会给你就是洗干净 因为像之前我就是比如说抱豆这种 然后我的皮肤的那个水油平衡就不是特别好 就是基本上就是下午什么之类的 然后这个脸就会特别油 所以用那个就会把你的这个脸上弄得是非常干净 然后这时候要再上就是下一步的这种护肤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比较好一些 还有我的洁面奶我都没拿过来 一个是之前给大家说过的那个小蜜,什么小蜜蜂的那个 就是那个水,对,那个有点清凉感 但是那个也是就无泡的,然后就是沉坚用 然后另外两个呢,一个是我和姐姐一起在用姐姐的那个CPB的 还有我的那个滋生糖的 那两个现在都空瓶了,然后所以我就也没拿过了 然后那两个的使用感受几乎是对我来说是一样 只是味道不一样 都是那种洗完了就特干净,然后搓盘子感 因为姐姐是,我是ok无所谓 姐姐是那种,她一定要用那种洗完了特干 就是她连那个叫什么,福利方丝 她觉得那个就完全不行 就不能给她那种 她姐姐是什么皮 她稍微有点油,然后有点豆 那就是混油那种呗,然后有点小豆鸡 就有点像跟我之前那种 好,然后我们就进入下一步 这个就对你了,我的脸那么多 特白 然后,然后好,我们现在就进入下一步 下一步呢,就是应该是上水了呗 对 我呢,这回用的是这个 是我之前买的这个,雅识蓝带的这个 叫什么?V什么 反正这应该是一个那种促进你后续保养品吸收的一个基底精华水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呢,这个就是你涂在脸上是有一种那种发酵的味道 有一种像面包的那种味道 米酒那种味儿 对吗 嗯 就有一种发酵的那种 然后它就是在你脸上弄完了以后 然后你就感觉脸花滑的 就是还挺好用的 然后这个就是很水,然后一点也不会厚重 吸收还挺好吸收的 我觉得比那个兰蔻的那个粉水要更好吸收一些 兰蔻蔻粉水对我来说根本就不吸收 是吧 就是在这一直揉,然后它也不进去 对 反正这个就是你大概弄几下,然后它就吸收了 我觉得还挺好的 我也是用的就是还是那个菌菇水 然后就空调了一瓶,然后又继续用新的 没什么可说的 然后你接着说 我水说完了 然后呢,现在我们再来说啥? 精华 精华呢,我最近就是因为我这个豆子的问题嘛 然后我用的是这个,这个称眼医生这个EGF 生长菌子 对,然后 然后这个EGF呢,它就是能够促进你这个豆 然后比如说你挤了或者怎么着 然后它就会促进它的这个伤口的愈合呀 然后包括就是这个豆印的修复啊什么的 就是这个还挺好用的 它就是这种,你基本上就是 你挤一下,然后就抽上来 然后大概一滴,然后就涂 反正我就是涂全脸 因为当时我就蛮老道的 然后下一个呢,是这个安平 这个安平呢,我之前那个就是战斗日记 然后我也说了 我是买的是日间的和夜间的 然后这两个就是搭配使用 都是比较帮助这种去豆啊,去闭口啊 这种是比较好的,比较有用的 就是我觉得效果特别好 我觉得像安平这种就是那种快速解决 其中,然后它这种就是你一天两天大概用一瓶了 然后我的精华的东西呢 一个是这个,一个是SK2的精华油 然后这个是我出去的在免税店 实在是不知道买什么了 然后就是因为大家都在SK2买什么前半油什么的 我用过神山水,我觉得神山水很不适合我 就是干皮你就算了吧,神山水就嗯 还有敏感皮,神山水就拉闸吧 然后就是我就感觉SK2比较适合我的 除了像那种霜啊什么的 因为这是一个精华油 我觉得就也到秋冬了 就用精华油还行 然后它的其实主要成分也还是那个Patera 好像我看它的那个成分配料表 它最前面就是水排到就是很后边了 所以它前面就是像Patera啊 然后还有一些各种油类的东西 都要排到更前面 所以我觉得它还就是滋润能力啊 还有它的营养力都还挺不错 因为它是这种分层的 所以你用之前要给它shake一下 然后它倒出来 我觉得是有点恶心兮兮的 就是因为它是两种质地混在一起的 所以它又有点那种凝胶在油里的那种感觉 然后反正上起来就是油本油 然后但是很好吸收 而且这个味道也很油 对就是油本油 就是因为它的配料表也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你就是推两下就吸收进去了 我觉得就还行 它的吸收力我觉得要比那个科研式的那个夜间油要好一些 那这个跟你的之前那个究竟是个双皮精华米 它俩我觉得完全不一样 就那个就是精华 然后这个就是油 但那个也是油了 那个不是油 那个挤出来是有一点油 然后它好像是油和那种胶质在一起的 然后那个就我觉得吸收更快一点 这个会有那种保护膜 就是有那种膜状的感觉 油膜感 对有那种油膜感 反正我感觉这个假如你说那种大干皮的话还挺适合的 而且我最近用它也没有说敏感啊怎么样 我觉得皮肤状况比较稳定 那这个就适合那种干皮然后秋冬的什么 对对就秋冬 然后另外一个是之前就是给大家看过的这个 这个是挤出来是那种乳霜 就什么 一个叫什么repeco 然后它基本上挤出来是一个乳液状 但是它说是精华 这味道我还挺喜欢 就是挺蜂蜜啊 还是什么的那种 然后这个就是那种很水润的那种精华的感觉 我觉得它的它说是会抗老 但我的核心感觉还是就是那种补水的成分比较好 这个也挺好吸收的 这个我还挺喜欢 背中草 这个会吗 以前多 好吧 但是它的我觉得它在精华里还就是量挺大的 它是50毫升的 就是你妈给你的 嗯 18 对 好 然后呢下一步就是 是面膜还是 面霜 面霜 然后呢下一个呢就是面霜 现在我在用这个 就是那个First Aid Beauty的这个面霜 这个面霜据说是平价版的蜡蜡 然后我用的时候这个面霜我觉得真的很好用 这个面霜就是你要先在指尖乳化一下 因为它的那个质地还是有点像冰淇淋的那种感觉 就是它本来刚挤出来是有点厚重的 对对对对 看你搓一搓它会有点乳裂 就是变轻薄一点 然后这时候你搓完以后然后把它放在就是涂在脸上 你的你涂完了以后你的脸就会马上变得非常软 嗯 就是像羊毛毯一样那种触感 我简直这个我觉得真的很神奇 我觉得它真的很好用 然后去年一直就是张晨在就是和我们一起去成都的那个小伙伴 就疯狂在笑碗里 然后我就打算等到冬天的时候再来 我觉得这个真的挺好用的 而且它又有就是那种修复啊这种 因为我之前嗯长痘 然后我就说用这个修复的那个效果也还不错 而且它的味道就是那种很天然就感觉没有什么另外的香精的味道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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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涂上去你会觉得很安心 而且这个就是也还好你可以在那个天毛旗舰店啊或什么之类的 它有它有这个我这个是最小的包装 然后它有那种罐什么的对 我当时买的时候是就是前两天天毛不是有什么满满几百块钱 然后能剪三十块钱什么的嘛 然后它有一个套装就是有一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燕麦的那个面膜 就那个好像也是挺有名的 然后但是那个燕麦面膜我抹完了以后 然后洗了我就觉得就是还好 就没有特别就是惊艳的感觉 而且那个洗的时候也挺费劲的 它有巴在脸上 对但是这个我是挺推荐的 嗯然后我的面霜呢用的其实是这个 因为我就比较懒 因为这个我就一下就代替了妆钱啊什么的 我用它但是它的问题也是它的质地 挤出来是很厚的那种嘛 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有点就是不是很好推 就是哎为什么现在感觉还行 但是我自己在脸上推的时候 我真是觉得不太好推 所以我配了一个就是之前也给大家说过 就是这个胶运师的这个什么 什么充电宝 然后它有三瓶的 但是我用的最多的是这个 因为我晚上可能会用这种油啊什么的比较多 但我早上可能就不会用油 然后我也会相应的缩短我的护肤时间 所以我就把这个滴到那个 它是就是那种油状的 把它滴到就是就是这个法国大宝里边 然后就会把这个法国大宝弄的比较好推开 它延展性就会变好 然后它这一瓶正好还是那种醒肤效果的 所以我就把它早上用 我觉得还就是还挺不错的 就是你可以就是一下把面霜和上精华的 就是过程一下二合一 就会缩短你的护肤时间 然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面膜 面膜呢我最近在用这个彼得俄夫的这个黄瓜面膜 这个是在我就是有痘痘之前用的 这个它就是就是补水 然后你把它就是那种涂满脸 然后待一个十分钟十五分钟的再洗 你的脸就会就是多样多样水荡荡的 我觉得因为它也是彼得俄夫他们家就是还挺明星的产品 对啊我觉得就是还挺好用的 我的面膜拿的是这个 这个就是我只有冬天才会用 我夏天应该都不会用这款 因为它真的就是那种 我觉得有点 而且它味道也很秋冬 它味道就是那种 椰子味 对有点椰子 又淡淡的有点菠萝 就反正那种 椰子糖的味道 对就是那种椰子焦糖的那种味道吧 你就感觉就是秋天的味道 你夏天就会觉得它有点甜腻 然后它的质地是有点那种 冻啊和霜之间的这种 然后就是你上起来就会觉得它是很润的 等于说你这个其实跟就是像这个彼得洛夫的这种是差不多 就是你涂在脸上它是那种水润型的 就不是那种会干啊或者什么 对对对它也是一个就是那种涂抹式的 不是那个清洁类就是保湿类的面膜 就是它蓝色罐是保湿款的 但是彼得洛夫那个就是更水 然后更冻状 然后这个比较像厚重的霜的那种质地 然后它我觉得用完了之后就是确实是有那种就是保湿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就是假如你不喜欢那种很厚重的来说就是我觉得只有大干皮会喜欢它 就一般中性肤质我觉得都会嫌它有点重 我还挺想尝试他们家那个白色的那个 那个银色的能接下来那个 你说那个清洁的 对对对清洁那个 因为我买的时候是个套装是一个这个正装的和一个比这个小一号的 也能用个五六次白的那个清洁的 我觉得那个里头就是它有那个什么小茶叶渣子小棍 就是它那整个质地就是特别不顺滑 就是泥啊 你想你想白泥啊什么的其他的都是虽然是泥但是也是一个顺滑的那种泥 它那个里边还有什么小树棍小茶叶渣子 它这个有点像是之前蜡是有好多那种就是 亚本就玫瑰啊有点小花瓣然后有点小粒的反正我觉得 然后而且它那个特别难推开然后特别扎的就是特别遮脸 我觉得但是白色好像是不是还稍微就是就是 还有黑的对黑的好像更遮呗那我就没用我只用过白色我感觉就遮的有点受不了 那清洁力很强呢 我不是我用那种泥状面膜我没有觉得就是那种对很很有明显的感受 就是就是当时弄完了之后就会感觉这啊就是挺就是一个干干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也没会觉得我的毛孔变小啊或者是黑头变少啊 说到黑头我正好要说一个就是最近我特别买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 是一个酥酷的就是类似于角质和黑头的清理的凝胶 然后这也是我小伙伴安利给我的然后它挤出来就是一个凝胶状 你有黑头有呀但是我是那种就只要分底液一盖就不是很明显 就也不是黑头吧就是理论上说这个东西叫吧好像咱俩的都不是黑头 然后但是呢我也是会觉得有点烦然后就会然后而且我下巴这个地方就会有那种 就小颗粒的 对小颗粒的尤其是上完粉之后就会更觉得它挺明显的 然后就我朋友给我推荐了它然后它是那种就是很多去角质产品是一搓就跟那个搓泥宝 但是那个好像据说就是根本搓下来不是你的角质是无论它搓在什么上面是它本身质地的角度 就是它跟什么都搓泥你搓在什么上面它都会那样 这就是搓泥属性的 对然后这个呢就是你搓上去你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它就会从那个凝胶状然后变成水状的 然后你搓一会会有一点点温热的感觉 然后呢偶尔会有一点就是说嗯就是你我也不知道是哪啊反正是出来的那种小颗粒 也就跟就是你拿下西装油搓时间长会搓水就是那种感觉 然后搓个大概30秒就拿水冲掉然后它不会留下任何东西就挺干净的 我觉得大概用个两三次吧我就会觉得好像稍微有一点效果 所以它这个叫什么叫去角质凝胶那种感觉 毛孔清理什么玩意儿啊我当时打出来我也不记得了 我就是反正苏库就只有这一款是就是相同功效果 我觉得还会价格也大概就50毫升200多块钱吧我觉得也还可以 而且是那种你能感觉到效果的 因为我觉得其他去黑头产品都是那种效果成迷 对就除了丝拉那种都效果成迷 你这个还是有一点感觉我就很满意了 但这个是不是不能老用 就大概一个礼拜用个一两回就多了 对我一个礼拜用两回 但是它也不会有那种很明显的过度清洁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它还挺温和的 好呗那没有了吧 没有了没有了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是这种幻季秋冬呼呼的这个分享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然后不要忘了关注我们